嗨大家好 我是忙到炸裂的阿騰 不只是我炸裂 我們工作室的夥伴都炸裂了 新書畫不完了 所以我們這個月更新速度 就只能這個樣子 先放一些精彩的新書內容 給大家搶行看一下 那這集在開始之前 我要公器適用一下 9月31號跟10月1號 禮拜六跟禮拜天 我們的小夥伴洛洛 會在台南的神龍街 584集有擺攤喔 從下午4點開始 如果你是樹台南的觀眾 吃完烤肉沒有地方去 可以去那邊逛逛喔 那如果來台南玩的朋友 也可以去那邊採點逛逛 當然我自己也會隨機快閃 出現在那邊的 但就是要我有空才會過去 那想知道最新的動向 我就把洛洛的IG放在留言區囉 OK說了這麼多 終於要進入正題啦 我想我們這個頻道 應該有蠻多年輕的觀眾 可能年輕到 連921大地震都沒有經歷過 而今天投稿的觀眾故事 就是訴說他小的時候 在921大地震那一天 遇到了不可思議故事 那麼老樣子 故事有作為騰刺的調整 如果想支持阿騰的話 一頭廣告記得多看10秒鐘囉 故事開始囉 還記得這次發生在 我很小的時候的故事了 那是個發生在夏天的夜裡 那天晚上 媽媽照往常一樣 在房間裡面哄我睡覺 而那時候年紀三四歲的我 都是聽媽媽的床邊故事 才睡得著的 從前從前 從前從前有三隻小豬 豬大哥開了一間歌廳秀 大家都叫他豬哥亮 豬二哥喜歡幫和尚扛行李 走路取經 叫做豬八戒 豬小弟呢 年紀最小 大家叫他小豬 羅志祥 他們三個啊 決定要蓋一間房子 就這樣 媽媽一邊哄著我睡覺 一邊說著床邊故事 但不知道為什麼 那晚我完全沒有想要睡覺的感覺啊 甚至還覺得精神很好呢 後來故事說念了三本 我還是睡不著 哦 你還不想睡嗎 再不睡覺 明天要睡得上課 一定會爬不起來 然後在那邊還 上課就會遲到啊 朋友 可是我是睡不著啊 白天睡太多了美 算了 我開電視給你看吧 就這樣的 被我折騰到受不了的媽媽 只好打開電視讓我看 想說看累了 就會睡著了吧 結果 電視才剛看沒多久 瞬間 一陣天窑地洞 我們全都嚇傻了 怎麼了 地震嗎 怎麼窑那麼大 這時候 都是衣櫃 電視 甚至整間房子都在搖晃 阿騰 跟媽媽走 快 快點快點 我們去馬路上 快進媽媽 時刻媽媽拉著我 直接衝出家門 而因為我們是住在透天的二樓 很快的 就直接跑到馬路上了 但 站在馬路上 我一眼望去 不只是我們家 整條街的房子 幾乎都像豆腐一樣搖動 而我抬頭看天上的雲 忽紫忽紅的 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感覺 就像世界末日一樣 呃呃 怎麼會這樣呢 最後 地震 終於停止了 隨即的 馬路上的人 也越來越多了 沒有人敢繼續待在房子裡面 同一時間 媽媽也牽著我 不斷的想要打手機出去 給在外面出差的爸爸 確認他的平安 但 那天晚上 地震帶來的災難 一時之間 手機也因為收訊的關係 根本打不通 所有人的電話 都是沒有訊號的 怎麼會這樣 都沒有訊號 打給你爸爸都沒有通 算了 沒關係 阿騰 我們先去空曠的地方 等地震停了 安全了再回來 當下 我們孤兒寡母的 都只穿著睡衣 有家也不敢回 媽媽就帶著我 走到附近的河堤 想說空曠的地方比較安全 而剛好那邊 就停了一台遊覽車 欸大家 聽我說啦 都上車休息啦 我車上開冷氣 我們全都在車上 一邊聽廣播 順便聽聽看最新的消息 看現在是怎麼一回事啊 總比在外面罰站好吧 好啦 上車啦 這時候 有個好心的遊覽車司機 那沒有地方去的我們 先上車 在車子裡面休息避難 而當我們全部的上車 找好座位坐好之後 司機打開了廣播 我們這時才透過新聞知道 剛才的地震 就是令人聞風喪膽的 921大地震 廣播內不斷傳來各地的災情 也讓車上的人 安靜的都不敢講話 生怕會錯過任何重要的資訊 但那個時候 才三四歲的我 根本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了 則是坐在窗戶旁邊 無聊的往外面看 欸 奇怪 那個人在幹嘛 這時 我看到河堤旁邊的高架橋下 有個女人 穿著白色的衣服 而雙手 捂住了臉 直挺挺的 站在那邊 嗯 她是誰啊 幹嘛站在那邊啊 為什麼要把臉捂起來啊 為什麼不要上車啊 一瞬間 她的動作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而我也目不轉心的直挺挺看著她 但她卻 一直維持那樣的姿勢 一動也不動的 而就說 小朋友的好奇心是很強的 看到她一直維持那樣的姿勢 當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有這個想法 我看著她 在心裡面默念了 一 二 三 嘿 欸 真的假的 好剛好喔 嗯 沒錯 在我默念了一 二 三之後 那女人 居然這麼巧的 就把手張開了 而隨後 又再次的把臉遮上了 嗯 是巧了嗎 還是 她聽得到啊 不管了 再玩一次 一 二 三 嘿 喔 真的耶 她聽得到耶 她在跟我玩 她在跟我玩耶 嗯 嗯 嗯 不得不說 小孩子真的是世界上 最單純的動物了 我整個心思 都已經放在這個白衣女身上了 先不說 她這個詭異的姿勢 光是這麼遠的距離 我卻可以跟她心戀感應 就夠讓我玩開了 於是 我就開始不斷的 一 二 三 嘿 一 二 三 嘿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我玩夠了沒 嗯 嗯 嗯 怎麼了阿騰 你在看什麼 媽媽 那邊有人啊 她站在那邊啊 噁你好可怕喔 她聽得到我說一二三耶 嗯 嗯 嗯 這時候 媽媽看著我手指的方向 嗯 來 你別坐那邊 我跟你換位置 快點 蛤 隨後 我就被強制換了座位 改成坐在走道旁邊了 而媽媽也馬上拉上了窗簾 表情凝重的 什麼話也不說了 而看到這個狀況的我也不敢再多問什麼了 那晚 我們就這樣在遊覽車上度過了 白天回到家之後 當然就是整理家園 確認有沒有什麼地方因為地震受損的 但好險我們家只是東西散落 也沒有其他大愛了 後來過了一段時間 好奇的我 又跑到那個河堤旁邊 想去找那奇怪的女人 但想當然的 那邊根本什麼都沒有 最後我一直把這件事情 當成小時候錯亂的記憶 一下子就拋在腦後了 但是 就在幾年之前 長大後的我 突然提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順口問了媽媽 沒想到 卻得到意外的答案 你說那個啊 我跟你講 那天你說窗外有人 我看了一下 原來 那天 媽媽在車上看到的 跟我看到的 完全是不一樣的 她看到的是 窗外面 真的有一個女人 但 她一半的身體 泡在水裡面 並且 把脖子 整成90度 將她的長髮 泡在河裡面 而至於她的表情嘛 媽媽說 是看不出來的 因為 她是一個沒有臉皮的女人 故事 說完了 聽說 這裡有七紅珠 有了 找到了 如果是神奇寶貝球 那裡面有什麼呢 出來吧 分火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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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